他用9个月时间让个人财富翻了11倍 他用4年时间白手起家并晋升为华人首富 他就是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必安创始人赵长鹏 赵长鹏 1977年出生在江苏 今年46岁 他的父亲是一名大学教授 1980年代末 他跟随父母移民温哥华 在加拿大接受教育 赵长鹏在十几岁时就已经开始赚钱养家 后来大学就读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 拥有计算机科学和数学双学士学位 赵长鹏大学毕业后进入东京证券交易所 后进入彭博社担任技术总监 开发期货交易软件 2005年 他回到了上海 创立了复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为券商开发高频交易系统 2013年 在一场扑克牌局上 赵长鹏首次接触到数字货币 当时参与牌局的另外两个朋友在币圈小友成就 他们建议赵长鹏将净资产的10%投入区块链 2014年 经过谨慎考虑和深入研究的赵长鹏 卖掉上海的房子 All in 比特币 入手之后比特币的价格从600美元一路下跌至160美元 刚入行就交了大笔学费的赵长鹏并未就此退缩 而是于2014年6月加入徐明星的加密货币交易所OKCoin 担任首席技术官 2017年 赵长鹏成立币安并担任首席执行官 成立不到一年 币安就获得了泛城资本和黑洞资本的数千万美元天使轮融资 成为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并吸引了红杉资本和爱迪记的目光 当时的爱迪记愿意以4亿美元和10亿美元的估值进行两轮投资 2018年随比特币价格起涨 币安发展迅猛 赵长鹏凭借币安股份已身价20亿美元 位列福布斯数字货币富豪榜第三名 随后在2021年底公开报道中 币安的估值达到3000亿美元 赵长鹏凭借其持有的30%币安股份 坐拥900亿美元财富超过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珊珊 晋升新一届华人首富 并跻身全球十大富豪之列 赵长鹏创立币安的过程并非一帆风水 币安曾遭黑客攻击损失7000个比特币 价值4000万美元 此外 早在2019年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就指控币安的杠杆交易服务 违反了美国证券法 就在三天前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币安和赵长鹏本人发起诉讼 指控币安反洗钱程序形同虚设 对此 赵长鹏本人回应 不认可指控 币圈里流行着一句话 叫做完币 归赵 意思是个人投资者手中的虚拟货币 最终总会进到赵长鹏的口袋中 由此可见其行业影响力 目前 币安单日交易额为300亿美元 如此大的一块肥肉 有太多人虎视眈眈